天堂还是地狱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 所以我们尽了一切的努力 可是不管生活的幸福或者不幸 我们迟早都要面对死亡 然而死亡不仅仅是结束 当我们死亡以后 我们会受到上帝的审判 或上天堂或下地狱 如果我们进入天堂 我们将永远幸福地生活 在那美丽的乐园里 没有悲伤也没有痛苦 然而如果我们下了地狱 我们将永远痛苦地生活在可怕的火湖中 你觉得你会去哪儿呢 天堂还是地狱 只需要花几分钟观看这则DVD视频 你就会发现令人惊奇的真相 这个真相将改变你的生活 谁创造了这个世界 起初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 上帝创造了天下万物 上帝创造了白天和黑天 也创造了天和地 还有海 接下来 上帝在这个地上创造了各种植物 在天空中 也创造了太阳和月亮 还有满天星辰 而且他创造了海边的鱼类 天空的鸟儿 上帝为什么创造了人类 上帝创造了人 他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上帝为什么创造了他们呢 因为上帝爱他们 也为了得到他们的爱 所以才创造了他们 上帝太爱他们了 也把更大的福气给他们了 他们做错了什么 上帝对男人亚当说 我允许你吃所有树上的水果 可是你不要吃可以分辨 善与饿的树上的水果 如果你吃了它 肯定会死掉 有一天 撒旦变成蛇 诱惑夏娃说 你要是吃上恶树上的果子 你就会像上帝一样的 被诱惑的夏娃 终于吃了那个果子 他又把果子给了亚当 他也吃了 亚当和夏娃怎么样了 上帝惩罚了他们 上帝对夏娃说 你会受生孩子的痛苦 你的丈夫也会恐制你 并对亚当说 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 一直到你死去 并且你生于黄土 就归于黄土吧 最后 上帝为亚当和夏娃 做了皮衣 给他们穿上 然后 把他们赶出了 原本可以住上一辈子的 伊甸园 上帝为什么惩罚了他们 他们只吃几颗果子 上帝为什么要这么严厉 惩罚他们呢 那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而听从撒旦的话 他们一旦跟随撒旦 撒旦就进入了他们之中 撒旦成为他们的君王 而他们成为撒旦的奴隶 像撒旦一样开始思考 行动和说话 结果他们有了撒旦之心 这叫做原罪 这样一个被罪恶污染过的人 就不可能和神圣的上帝 一起生活 这是上帝很爱他们 可仍然把他们赶出去的理由 我们也是个罪人吗 在罪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那么我们也是个罪人吗 是的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 我们具有从他们而来的远罪 我们从出生之日起就带着远罪 我们每天都犯罪而活着 如果我们这样活下去 带着罪而死去 接受审判之后 将被扔进地狱里 地狱是什么样子的 地狱是一个无法形容的恐怖地方 为了要锁住背叛上帝的撒旦 和他的天使们 上帝就制造了这个地方 受到撒旦的诱惑 而犯罪的人们 也将被抛弃在这个地方 地狱是一片火海 硫磺火壶 在那里吃尸体的虫是不死的 火也是不灭的 好像所有的人都被盐淹下似的 被火当盐来淹 即使渴到嗓子被燃烧了 还是连一口水也不能喝 一旦抛入地狱 即使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表示后悔 也已经来不及了 非常痛苦 大声地喊叫 想死却死不了 永远留在火焰里受痛苦 那么天堂是怎样的 天堂是一个和上帝与耶稣永远在一起幸福生活的地方 里面 里面布置了各种各样的珠宝首饰 金银宝石 而且还流淌着一条生命水的河 它就像水晶一样明亮 河的那边有生命树 每个月都结出果子 没有诅咒 也没有悲伤 在上帝的光辉峡天天明亮 在那里也没有黑夜 你们直接和上帝与耶稣见面并奉养 可是这天堂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 只有名字被记录在耶稣的生命册上的人才可以进去 人们要怎么做才能不下地狱而上天堂 人们一般都很害怕堕入地狱 所以为了不想去地狱而上天堂 他们要做很多事情 有的把钱捐给慈善机构 有的做帮助可怜人等一些好事 也有的进行冥想和苦行等一些修行 还有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 但是这并不足以让他们进入天堂 那么人类怎样才能得到宽恕 很久以前 上帝让有罪的人们献上赎罪计 因为不流血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 所以以动物的血代替赎罪 他们牵来没有残疾的公牛、山羊及公棉羊 把手放在他们的头上 然后加以宰杀 接着他们把那些血洒在祭坛上 把尸体切割成块后 再把他们烧掉 然后他们得到了宽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没有真正的悔改 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祭祀 最终上帝厌恶这种毫无意义的仪式 这种羡慕计根本就解决不了赎罪的问题 上帝的计划是什么? 上帝把他唯一的儿子当成一种牺牲物 就派遣到人世间来 他是耶稣 耶稣由圣灵怀胎 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 他传福音 还显示了很多奇迹 虽然他自己没有犯过罪 可是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 就被处死在十字架上 为众人流血了 因此 我们通过耶稣所流的宝血 都能得到宽恕 终于走上天堂之路 耶稣在死后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了 他向门徒们显现 并和他们谈到上帝的国度 四十天后 他升天了 他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 将来 他还会再来审判世人 谁都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再来 待耶稣马上就要降临了 那么我该做什么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十二节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这就是说 任何人都要相信耶稣 迎接耶稣 就能成为上帝的儿女 也可以称上帝为父亲 上帝可以照顾他们 那么要迎接耶稣的话 应该怎么做 应该要真正相信耶稣 还要真心告白 耶稣是我的主人 只要你们相信 耶稣就会进到你们里面来 成为你们的主人 你们也将成为上帝的儿女 最后 在天堂里 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 耶稣现在还站在你们心门外敲门 一直等着你们打开大门接待他 祷告词 这是一个我们迎接耶稣 做我们的救主的很重要的祈祷 真心的大声的祈祷吧 亲爱的上帝 我是个罪人 到目前为止 我真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犯了很多罪 现在我才知道 主耶稣您替我受了所有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我要悔改我所有的罪 求您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感谢主耶稣救我 现在我打开我的心门 迎接耶稣为我的主人 从现在起 我要永远跟随您 奉养您 求您引导我 也求您让我成为您忠实的仆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应该做什么 恭喜你了 恭喜你了 现在你所有的罪都被宽恕了 你已成为上帝的儿女 而且你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 你会永远生活在天堂 可是去天堂的路上 有个障碍物 那就是使亚当和夏娃 堕落的撒旦势力 撒旦还要把我们拉到罪里 用各种方法去诱惑我们 很脆弱的一个人 就容易落入撒旦的诱惑 因此 所有基督教信徒都要团聚在一起 我们必须阅读圣经 顺服上帝的话语 祈祷 互相爱护 一定要生活在与撒旦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直接去教堂就行了 教堂是一个由相信耶稣的 上帝的儿女组成的信仰共同体 也是把耶稣基督当成首领 所有的圣徒都成为耶稣的身体 一起前进的共同体 在教堂里 有上帝的话语 有圣徒的相通 有圣灵的惊人奇迹 有对罪过的宽恕 每一个祷告都有答应 有快乐的赞扬 当我们在教堂聚集 与耶稣基督成为一体 一同迈向天堂时 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就会得到上帝了 没有